你告诉他们,让他们玩去,你们借叫扫扰 这警察赶紧又回去确认去,到底这远远是不是有案宅审 得到了肯定答案以后,这警察回来了,到底远远 你现在被捕了,远一听见,炸了 连喊带叫,连喘帮 问警察,我咱们的了,我犯罵罪了 警察说,你呀,贩毒了,你卖那个暗费他命了 原来说放屁,你们这就是五线 你们说我卖药,我卖给谁了 一边说一边上 他那男朋友,那放吧,也过来店帮忙 警察说你别找倒霉啊,往后退,听见了吗 结果你放不服啊,让警察也给嫩嫩 警察告诉你,别动,听见了吗 改革,你说了,别找倒霉,你不听 现在你也被捕了 这反派店跟警察证为证为 可你们看的那小体格,他拿咕噜过这帮警察去 看遍这帮了吗,这帮体格倒不错 但他们在遍,也就是看个热闹 最多了,口头表示指缘一下 他们哪敢跟警察蹦着去 最后,帮忙和远远再俩 不让警察给拿下了 这事啊,这个营地里的人都出来了 看这些人了吗,都怪不怪样 我一看都不说了吗 这些人全是无价可贵 大部分都是银锦子 问个话也有 靠近唐人街那块啊 有个公园 那公园里全是账 住都是这种无价可贵 有长有臭 警察一看,还是闲东放放 放放这痞子份小,容易白了 所以警察先把放放给塞警察去 弄完了放放,姐去弄渊远去 可这渊远就不那么跑白了 他和平那放放胡说 就管看这投刑,他别仗嘴 你都分不清男女 就算俩警察嫁这渊远 这渊远没含糊 上警车前得搜身呢 得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危险的东西 尤其这帮毒贩 身上竟有镇管,镇头 很危险 所以警察就搜这渊远 渊远不干 渊远说了 你必须得给我弄个女警察来 警察说对不起 我们皆是以法搜查 现在没有女警察在查 你配合点吧 在这过来一黑人小姐去 长还挺漂亮 告诉警察 你们不能搜她 你们得让个女警察搜她 警察说没有法律规定 必须得女警察才能搜她 你现在后退 这小姐说 我手机还在她那呢 能把手机给我吗 警察说不行 赶紧走 好好退 边上那大爷说 你们应该让个女警察来搜她 你们搜的不老合适 警察说 现在我没有女警察 大爷说你们随便 我就是提醒一下 这面那渊渊啊 还在这儿赃过来 别看她是个女的 但那渊渊的战斗力啊 确实可犬可点 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去 最后还让警察 把她给塞扯了一下 到了警局以后 警察也是高度戒备啊 来了好几个女警察 接着渊渊瞎扯 看这渊渊啊 多胡适 最后这渊渊被控 袭警 威胁警察 拘捕 用有毒品 气宝潜逃 还犯毒 结果叫了一千没进的保时捡 警察把她给放了 他那小男友 也是 袭警 威胁警察 拘捕 也有一个气宝潜逃 还有一个 用有毒品 最后她是撬了 五百没进的保时捡 然后警察把她也给放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